好 這一節我們來關心美中在太空領域的競爭 先來看到波音的太空船 星際飛機7日是以空氣狀態 終於是離開國際太空站 回到這個地球了 使用的是這個機動推進器 展開返回地球的6小時航程 當然了 留在上面的兩名太空人 還是仍然在太空上面 好 那其中一位太空人 他是威廉斯 當時他還送別的太空船 並且還駐好運這個太空船 說 終於把他送回家的時候到了 還說我們支持各位 沒有問題的 把他送回地球吧 祝好運 根據了解這次星際飛機在經過6小時之後 成功確實降落在美國的墨西哥州 但是同樣碰到問題 包括推進器出現故障 還有它的導航系統 戰時失靈等等 NASA進來的風波 針對種種的爭議 我們來看到怎麼說的 是這位是NASA的局長尼爾森 他說我們百分之百的相信 波音之後仍然會持續投入 在載人飛行上面的這一場太空任務 好 先來問三位來賓怎麼看 這次太空船 終於返程了 最終是平安降落 有助於波音轉回一些面子嗎 有助的話我們舉個手 先請委員好了幫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你認為沒有助 他已經丟臉丟到全世界 丟到無法收拾 現在只是把一個破爛的局面 稍微收拾一下 面子根本無法挽回 你想想看 波音這麼大的一個公司 製造飛機出問題就算 這是個專案計劃 是NASA給錢的專案計劃 它這個STAR Liner這一款載人火箭 竟然在出發之前問題就重生 一下子腳痛 一下子手指痛 一下頭痛 好 不容易出發了 把兩個太空人載上去國際太空站 上去了以後 竟然已經成功的停靠了 它登陸的船屋 結果發現推進去有問題 這裡有問題 那裡有問題 還洩漏害器 所以就不敢把兩位太空人帶回來 然後一直修一直修 還是沒修好 最後我想了一個怪招 好沒修好 我把一些東西上什麼導航 關一關 好 然後好不容易回來 船體是沒有破損 當然回來是什麼 來驗屍 到底哪一環錯了 哪一環傷害了 你只要沒有把這兩個太空人接回來 就是一個很落氣的事 那聽說是兩個太空人 還要靠什麼 馬斯克的SpaceX 下一次飛上去 明年來就做它 那因為現在這個 兩個這個燈 所謂的我們叫POD 接口 POD 都有這個太空人在那邊 一個是SpaceX 還沒回來 那一個是什麼 一個就是被這個 Starliner所站住 Starliner回來了以後 那看這個 拜託馬斯克 在飛一個這個 飛一個飛船上去 把他 SpaceX 把他救下來 那聽說他在那邊過年 他本來上去是幾天 現在拖多久了 這個已經全世界都知道 波音做的火箭有多糟糕了 那你現在還講這些話 不過我同意就是說 在未在人的情況底下 回來檢查到底出現哪 這個正確的決定 因為你知道他已經修不好了 既然修不好了 我不論這叫挽回岩面 這個叫做岩面掃地 只是還沒有掃到廁所去而已 好我們看到NASA 岩面掃地 另外一頭我們來看到大陸的部分 來關心的是衛星 它的九層衛星發射中心 通過了強徵2號F5 運載火箭成功發射 可以重複使用的這個 試驗航天器 在經過兩百多天的載軌運行之後 航天器六日順利的返回預定 著陸場了 預告大陸可以重複使用航天器技術 上面的重要進展 現在看到不是只有SpaceX可以做了 大陸也很快速的跟上 原因我們請 將軍來帶我們看 我先補充一下 為什麼我認為說是波音 還是往回一些面子 你知道一條壞的太空船 居然可以這種安全的找路 在它預定的地點降落 那天我全程在看 就一直想說 會不會在空中爆炸 結底或幹什麼 結果還蠻順利的 落在這個西摩西哥州的沙漠 那當然來講的話 以美國科技來講 我個人反而認為說是 一條壞的太空船 已經有問題的太空船 它還可以這麼精準的回來 其實就這點來講 我個人來講覺得說是 波音還是有它的 一些太空的科技的基礎在 瞭解 那北斗 這次來講 中國來講發射這個衛星 我們要知道 當然未來來講 我們這個大陸有一句話 叫要致富先兆路 路有很多種 具體的公路有什麼 公路、鐵路、碼頭、飛機場 還有這個所謂的油線管線的運輸 那油路、管路也是路 那現在來講 我覺得有多一種路 網路對不對 未來致富的話 誰能夠掌握到網路 誰就有全世界的 掌握到全世界的財富 那中國在這方面 是絕對不會落於人後的 那我們都知道 這個畢竟地面上面的路 是有它的限制 那空中來講 就無限的想像 無限的空間 以及這個我們 像前兩天講到 巴西來講 Statelink 為什麼後來他們願意扶輸 因為亞馬遜森林 就必須要靠這個星鏈衛星 來做通訊聯絡 那這個包括中國大陸也很大 新疆地區 西藏地區 像這些青鋼杖高原 這些廣無人間的地方 如果你要到那個地方去 最好的通訊手段 還是靠天上的衛星來連接 尤其是未來 走路到六基時代來講的話 就要廣廣地發射衛星 可是你要知道 這些衛星來講 發射到天空去 它不是說是 一顆就可以取代很多種 那絕對不一樣了 你如果說要靠這種網路鏈接的話 預估最少要有一萬兩千顆以上 所以每次火箭上去 就是一個成本 我們經常講說 一件八星 一件十二星 就是我這一顆火箭上去 我只帶 如果說只帶一顆衛星 那絕對不合成本 那我希望能夠多帶幾顆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這個火箭上去以後 就不能就在太空當太空垃圾 它如果說能夠回收 我繼續再能夠利用來講的話 下次我還能夠再發射 尤其是這衛星 它有使用的年限 過一段時間以後 它會壞掉 那你就要一直不停的補充 所以為這個發射火箭 能夠重複使用 是非常能夠降低成本 可是它雖然說能夠降低成本 可是它技術難度非常的高 哪些難度呢 第一個就是你要降得準 對不對 你從天上降下來 你降以後從太空中降下來 要降得很準 第二個你要接著穩 你要把它接住 像Space星鏈X就爆炸過好幾次 它就沒有接著穩 第三個就是你降下來以後 你要損壞的部分比較少 第四個你要能夠維修 你下次才能夠再發射 所以技術上面有它的難度 但是我相信來講的話 在這方面 中國慢慢漫入航空的大國來講的話 這些問題它都會一一克服 那中國也有這種公司了 跟SpaceX一樣的公司 它現在已經有計劃要發射 一萬兩千顆的衛星上太空 好看完這個 我們看到衛星上面的部件 剛剛將軍帶我們看到 可能會有種種的困難 我們也看到它的實際應用 其實就是在衛星的導航系統 上面也是很重要的 先來看到是大陸現在北斗衛星說呢 能夠跟美國的GPS抗衡 那美國的哈佛就有一個數據顯示說 現在北斗它的全球星座準確度 是超過GPS的 那另外是加州大學也做了一個分析 說北斗在不管衛星數量 還有它的監測站數量 還有在某些國家的定位精準度 也都同樣超過GPS的 那其實現在大陸也是全力投入 在核融合的研究上面 也相關的計劃也是主要的參與重要國家 政府更是訂下了五年 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計劃 美國能源官員也做了一個判斷 預估說中國每年在核融合的研究上面 金額達到15億美元是美國的兩倍 人才方面英國的研究也顯示說 是美國的10倍以上 我們知道核融合對於半導體 人工智慧太空船都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中國在這個時候 能夠佔有一席之地 並且擔任領頭羊 莊老師我們來看 首先我補充一下剛剛主持人 來問我們波音的問題 我剛剛特別查了一下波音股價 今年開年還有220 今天已經跌到157了 所以剛剛這個超友人跟我都 對於波音的信心都流失了 當然這是一個原因 而且自從前兩年 波音737 MAX的一連串失事以來 近飛雖然又重飛 這方面都導致波音的形象大壞 那當然還有更大的原因就是 美中交二 原本最大的一個海外市場 暫時失去了 被Airbus空中巴士超越 那甚至也是喪失了 最大民用航空器公司的一個地位 不過如同我們剛剛討論的 英特爾不能倒也不會倒 波音也不能倒也不會倒 因為它是美國的一個 國族企業的象徵 那面子上不能讓它倒 那理智裡面更不能讓它倒 特別是它的工程師技術人員 不可能流到其他國家去 那回到剛剛主持人問的問題 北斗衛星能夠超越GPS 這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有所謂的後發優勢 因為GPS衛星發射的年代比較早 有些還在受限之內 那如果受限還沒到 繼續讓它運作 可是北斗衛星基本上是 後面才規劃 後面才鋪設了 所以它在這方面能夠超越 是有可能 不過美國人也有可能 在後來又把它趕回來 所以不管怎麼樣 這對我們民用的導航 都是一個很好的便宜 特別是在軍方方面 也是很有幫助的 至於剛剛主任也提到說 核融合方面中國的成就 那這個消息是無庸置疑的 因為是來自於Nature雜誌 所謂自然期間 在學界是第一把交易的 那特別提到說 人財庫是美國的十倍 資金是兩倍嘛 但是不要忘了 縱使人財庫跟資金 也在美國之上 但是必須建議在 既有的基礎上來發揮 但美國依然是在 既有基礎是最強大的 所以我們肯定 中國在這方面有長久的進步 即將迎頭趕上 但是也不要忘了 美國學界有一個潛規則 有時候會故意誇稱 外國在某些領域的先進 那以便於他們跟國務院 或是聯邦政府爭取預算 資金 所以我們要持續觀察 那當然了 這個中國作為一個基建狂魔 那一方面政府有 這個長遠的規劃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對於這個核子議題 過去用在清淡方面 1960年代的清淡研發 那現在用在發電 那按照這個學術體驗的報導 一公克的這個清燃料 如果用核融合技術的話 相當於8噸的這個石油燃料 如果說真的能夠有這樣的一個發展 我想這是人類所共同期盼的 是 謝謝莊老師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了解 我回來了 我們會先看看